呵呵呵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更多适合深夜学习的内容 等着你哟 在解三角形当中 郑贤那于贤定理什么的 算是常规套路 解一般的题目嘛 倒也差不多了 但很多时候 我们面临奇形怪状的题目时 往往需要很多独特的姿势 才能将它拿下 正所谓解题便秘 我不怕 我有知识 我自豪 接下来 就是第一类特殊的解题姿势 三角形的最基本属性 第一 三角形的内角合为180度 第二 大角对大边 大边对大角 第三 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很多同学看到这里 纷纷表示 这他妈的不是傻逼吗 老子小学就知道了 还用你来说 嗯 没错 我的确要说 因为在关键时刻 很多题目让你便秘 然后玩死你 靠的就是这些傻逼 到了记忆点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以第一条 三角形内角合为180度来说 它能够推导出 很多奇形怪状的性质 比如 如果我们加一个 锐角三角形的限定 因为锐角三角形 每个角都是锐角嘛 且内角合为180度 那么必然会有任意 两角的合大于90度 还是感觉很傻逼是吗 那么我们直接看一道题目 在锐角三角形ABC中 证明 sinA大于cosB 很多同学第一眼看到这个题目 都会觉得 这他妈不是傻逼吗 的确 这题目是很傻逼 但很多人坐着坐着 自己就便秘了 然后就懵逼了 不夸张的说 目前为止 我接触到的同学们 第一次见到这个题目 完全依据自己实力 能够顺利做出来的人 绝对不到2% 一次就能做出来的小朋友 我都记录在案 这么多年下来 连200人都不到 而且越是接近高三 能做出来的人就越少 而这道题目被问的次数 八年统计下来 各种渠道 足足有143次 在各类三角学题目当中 是高居榜首 而且其中不乏 很多什么学霸和大神 你就能够感觉到 这个题目的凶残和恶意了 这道题目 其实真的很简单 首先我们前面说到过 锐角三角形 那么必然有每个角 都是锐角 且内角合为180度 那么我们必然 就会有任意 两角的合大于90度 也就是A加B 是大于90度的 那么A就一定 大于90度-B咯 而正弦函数sin 在0到90度的区间内 是一个单调增函数 所以sinA肯定是 大于sin 括号90度-B的 而依据诱导公式 那么sin90度-B 其实就是cosB 于是sinA就大于cosB了 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就是做不出来 因为太多的人 根本就忘了三角形的 这些最基本的性质了 再比如说 锐角三角形ABC中 A边等于2 B边等于3 求C边的曲直范围 而这道题目 同样不是一道很难的题目 但前提是 你能想起来 这些最基本的性质 因为是锐角三角形 那么必然有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大于C的平方 A的平方 加上C的平方 大于B的平方 B的平方 加上C的平方 大于A的平方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 13是大于C方的 并且4加C方大于9 C方加上9 也要大于4 其弄八弄 就能得到答案 C的范围是在 根号5到根号13之间的 而这道题目的基有题 顿角三角形ABC中 A边长为2 B边长为3 求C的曲直范围 那么这道题 你就需要看看 谁是顿角了 A可能是顿角吗 根本没可能 因为大角对大边 那么如果B是顿角 就有A方加上C方 是小于B方的 于是4加C方 就小于9 于是C就小于根号5 那么如果C是顿角 那么A方加上B方 就会小于C方 于是4加9 就小于C的平方 于是C边就大于根号13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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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于是前个就变成了 C的范围是在 1到根号5之间 而后面那个范围 就变成了C是在 根号13到5之间 所以说 这些最最最基本的玩意儿 往往是我们 撸题目的重要姿势 如果你发现了 一道解三角形的题目 便秘了 你就该考虑 换个姿势看看 是不是忘了 这些基本姿势了 是我的帅吗 是我的帅子 对 Julio